或加上一整排包裝飲料 想要喝奶茶或是無糖茶 運動飲料蔬果汁應有盡有 琳琅滿目讓人選擇障礙 台灣人超愛喝飲料 隨手來一杯方便又消暑 甚至還有人可以一天喝到兩杯以上 包裝飲料蕴含無限商機 經濟部最新統計發現 非酒精飲料去年產值達到570億元 闖新高 甚至今年的1到7月 就已經突破335億元 照這個速度成長下去 更有可能連續9年整成長 尤其又以選擇多樣的包裝茶飲 最受到歡迎 年年居冠 去年產值188億元 占比33% 會 一天大概兩杯吧 幾乎都是無糖茶 比較常買 因為我們家有時候 也是一箱一箱在搬的 就我們中華的文化嘛 大家就是從小就是習慣喝茶 那便利商店就很好取得 又不用自己泡 我會買無糖茶 因為不想喝 現在不想喝太甜了 茶烈飲料是不敗的最佳選擇 至於成長最快的則是運動飲料 產值從110年的27億 成長到111年的31億 年增率15% 民眾對於健康的追求越來越高 前幾年流行的果蔬汁掉下神壇 改成直接吃蔬果或是喝現榨果汁 漸漸成為蜂巢 產值年減2% 延續6年 負成長 咖啡則是因為市場競爭激烈 微幅下滑了0.6% 比較不合 就覺得現模的比較好 燕麥奶之前會喝早餐 對 然後現在就比較沒有 就家裡都有豆漿之類的 台灣飲料市場除了不敗的茶飲之外 風水輪流轉 也看得出流行的趨勢 歡迎新聞臨伯和舅子靈台北報導 最劇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慣相 探討國際大事 週一到週五 晚間時點請鎖定 歡迎一把抓